我刚才烧带手帮人家抬了个病号 人给了五十块钱 这五十块钱这不白剪的是的吗 哪有 哪有白剪的呀 这是我 我的 你的 你叫她答应吗 她答应吗 不是 她真是我的 刚才我真的 什么就你的呀 这是我的钱 我拿着她集三伙四的去买水果 结果给丢了 碰巧你给剪到了 谢谢啊 这是我的钱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 不是讲理 我跟你这种人 我用得着讲理吗 我 仨数 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不是 不是我 你走不走 你不走是吧 不走我正当防卫了 你干啥 你干嘛 我不要了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不是 不是你说这都什么人 算了 算了 就当那五十块钱没正 哎呀 哎呦 大妈 哎呦 大妈 哎呦 我没撞坏了 你吧 没事 没事 你可吓死我了 您老怎么自己溜得下来了 不怪你 是我自己心里啊 有点难心的事 没事 玩去吧 玩去 大妈 哎 不是 您有什么难心的事 您跟我说说 看我能不能帮帮您 真的 啊 你能帮我 大妈 你说人这一辈子 谁能不遇到点难心的事 咱碰见了 能帮咱就帮一把 哎呀 小伙子 听你说这话 你就是个好人 你等着 大娘给你看样东西 你看 这是啥 镯子 好看不 好看 三百块钱 卖你了 啊 这 真的假的 哎呀 绝对是真的 大娘可不是骗子啊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花三百块钱 嘿嘿嘿嘿 花三百块钱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要这玩干啥呀 布丁吃 布丁喝的 你说是不是啊 是 这东西我跟你说 嗯 不是大妈 这怎么说也是您姑娘的一点心意啊 您老应该把它收好了 怎么还拿出来卖呢 嘿嘿嘿 不是小伙子啊 你看大娘 在这楼上住院里 急等的用钱 你说 嘿嘿嘿 你就买了吧 你买的这个 绝对有用 你啊 送给你媳妇 送给你对象 他们一看 一直高兴 大爸 我还没对象呢 哎呦 那就更应该买了 以后你要是遇到个好闺女 你就把这玩意这么一线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啊 最能得到姑娘的芳心了 真的呀 真的 不是大妈 我 我 小伙子 大娘求你了 这件事吧 我不敢让我闺女知道 嗯 再说了 刚才你都说你能帮我了 就咋 这 要不大娘给你聚工了 哎哎大娘 大娘别别别 您老这不是折我瘦吗 嗯 您别着急 我要了行不行 哎 三百块钱 谢谢 嗯 三百块钱给您 您拿好了啊 哎 小伙子 你放心吧 保证是真的 你要不信得过呀 找个地方验验 问他值不值三百 啊 大妈 我相信啊 您老该去买药去 咱们治病药解 啊 再见 再见 妈 这孩子也太善了 三百 妈 哎 嘿嘿嘿 你咋下来了呢 你看 妈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 我有点事 啥事啊 没嘴的 有好事呢 我可不告诉你 哎呦 你说说啊 我不说 说说说 哎呀别扯我了 行了 妈跟你说 嗯 你给妈买那个镯子 妈让你退咯 你说商店不给退 今天啊 妈 这边退完了 是是是 你 给退了 嗯 送你呢 你干嘛退了呀 妈干嘛不退呀 压根我就不喜欢那玩意儿 你 你咋退的呀 这不刚才看了一个小伙子 我就把这镯子 给他这么一看 哎 你是不是三百块钱买的 哎 我就三百块钱 卖给他了 你看 这不就是 退了吗 是吗 哎呀 妈 赔了赔了 那何止三百啊 那多钱呢 五六千啊 啥啥 啥啥 啥 什么 五 五 五 你个死丫头 你早不跟妈早说实话呀 你说实话呢 你还能要吗 那你说现在这事儿咋办呢 妈又没说你就傻 你说 你说人凭啥买你的镯子呀 你指定是碰上眼尖的了 这是实货 你说妈又受骗了 可不咋的 哎呀妈呀 你这个咋整呢 妈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那人往哪边走了 那个人 不是 他好像是往那边走的 他长啥样 他长得 反正 反正像个葫芦 妈你等着啊 你别动 我追他先 哎呦 你瞧今年的事儿 让我给办的 哎呦 大妈 大妈 哎呦 小伙子 我的镯子 我就是为您这镯子 是跑回来的 我刚才路过一个珠宝行 我拿去给人看了一下 人说您这镯子 哪是三百 最少值三千 可不是咋的 所以您说三百 那是骗我的 我怕您老着急就赶紧给您送回来了 哎呦 大妈 哎呦 您赶紧把这镯子收好了 我跟您说啊 这个地方呢 可不安全呢 刚才我让一女流氓 抢了五十块钱 您说您这么好的镯子 要让她看见 肯定给您抢了 我走了大妈 哎小伙子 回来 你这三百块钱 还你 大妈 您不是急着用钱吗 这钱您是拿着用 别说了 小伙子 大娘不缺钱 刚才怕你不买 我骗你 这是你的钱 你拿好 大妈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就三百块钱 不行 小伙子 您拿着 你做好事 我也不能要这钱 大妈 您一定拿着这钱 小伙子这钱 给我送回来 你这死胖子 妈 是她吗 不是 又是她 你怎么打人啊 你怎么打人 我的妈 我怎么不打你 对 你干什么 我这是什么家伙子 住手 住手 你个女流氓 你 咱俩我跟你说 这就是那女流氓 您赶紧跑 我掩护 我不是 打老太太有什么本事 有本打胖子 来 打 小伙子 别打了 别打了 都误会了 误会了 她 她就是我闺女啊 别打了 你看她 她是你闺女 是 你是她妈 团伙啊 你打脱火啊 她真是我闺女 不是大妈呀 那我得说你两句了 您说您这闺女 光前化日 朗朗乾坤 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 非干了抢劫的勾当 我干什么 抢劫呢 我 你干什么 你心里清楚 刚才不是你抢了我五十块钱 那五十块钱 明明是我的 我急三火四的 拿她去买水果 结果丢了 碰巧 你给捡到了 你想据为己有 咱俩谁流氓 怎么着 大妈 您听听 您听听 您这姑娘多会狡辩 你 我跟您说大妈 你真你好好教育教育她 她今天能抢我五十 明天就能抢人一百 您这镯子 八千是能抢来的 什么 不是妈 你们别听她吓唬说 我能去抢吗 你这 不是你说我这镯子是抢的是吧 抢的能有发票吗 抢的能有发票吗 我六桂符买的 挣着八百的发票在这呢 你看看 五十块钱 那个五十是你的 谢谢五十 我的 你可丢死人了 你啊 闺女 快给人陪你道歉去 快去 你快点去啊 这小伙子特意赶回来 给妈送这个镯子 你还打人 你快给我道歉去 就这了 不好意思 大哥 对不住啊 大妹 我现在就说了 以后一事别冲动 一定要冷静 冲动是魔鬼 你说你这一冲动 我的脸我都给打住了 我打也那么准 大妈 这是一场误会 你解释清楚了 我回去了 小伙子 别走 跟大妈上楼上坐会 你去了大妈 坐会儿嘛 你真的不去了 小伙子 你听我说 我这个闺女 到现在 还没对象 那我还是坐会儿吧 走啊 小伙子 走 快走 走啊 你快点走啊 哎呀